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美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总统的椅子角力赛 泰迪熊的办公室摔跤 二 总统的口琴对决 林肯的音乐失调 三 总统的轮胎滚动大赛 杰弗逊的园艺挑战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总统的椅子角力赛 泰迪熊的办公室摔跤 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假想的 充满幽默感的历史时刻 总统的椅子角力赛 泰迪熊的办公室摔跤 这个故事将我们带回到了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当时的总统是泰奥多尔 罗斯福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泰迪 泰迪 泰迪熊 这个名字源于罗斯福总统 拒绝射杀一只被捆绑的熊 这个故事后来被制成玩具熊 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但今天 我们不是来谈谈这个玩具的故事 而是来想象一下 如果这位以粗犷男子气概和力量 铸成的总统 真的在白宫办公室里 进行了一场椅子角力赛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首先 我们得知道 泰迪熊不仅是一位政治家 他还是一位战士 猎人 以及一位体育爱好者 他对拳击 摔跤和骑马等活动都非常热衷 所以 如果有一天 他决定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来一场椅子角力赛 那可真是合情合理 想象一下 罗斯福总统邀请了他的内阁成员 或许还有几位国会议员 来参加这场特殊的会议 他们或许会穿着正装 但袖子卷起来 准备好一展身手 白宫的仆人们 或许会偷偷地在角落里打赌 看看谁会是最后的胜者 比赛开始了 泰迪熊展示了他的摔跤技巧 他的对手们试图抵抗 但很快就发现 面对这位前粗鲁骑兵团成员 他们几乎没有胜算 罗斯福总统不仅仅是用力量来战胜对手 他还用智慧和策略 就像他处理政治问题一样 当然 这一切都是在安全和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 比赛结束后 大家一起笑着 拍拍彼此的背 回到了他们严肃的政治生活中 这场椅子角力赛 不仅仅是一场肉体上的较量 他还象征着罗斯福总统对于领导的理解 有时候 你需要展示力量和决心 但同时也要保持幽默感和人性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它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严肃的领导者 也有他们轻松和幽默的一面 而且 谁不想看到一场 由泰迪雄主导的办公室摔跤赛呢 这无疑会是历史上最有趣的一课之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口琴对决 林肯的音乐失调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历史上先为人知 却又令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 总统的口琴对决 林肯的音乐失调 这个故事 如果真的发生过的话 绝对能证明 即使是国家领袖 也有他们的小瑕疵和幽默时刻 想象一下 美国的第十六任总统 亚伯拉罕 林肯 那位高大 思想 带着山羊湖和带着高帽的人物 手中拿着一个小巧的口琴 林肯先生 除了以其政治智慧和废奴主义文明外 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特点 他对音乐的热爱 然而 据说他的音乐才能 并不如他的领导 才能那样出众 据传 在一次非正式的聚会中 林肯总统被挑战与其他人 进行一场口琴对决 想想看 这位在盖茨堡演说中 铿锵有力的演说家 此刻却要用口琴 来演说他的音乐才华 林肯毫不畏惧 或者说 他的自信 可能来自于他对音乐的无知 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当其他参赛者 一个接一个地 吹奏出悦尔的旋律时 轮到林肯上场 他吹奏的不是音乐 而是一连串的音乐失调 听众们或许期待着 一场精彩的表演 却得到了一场难忘的喜剧 林肯的口琴声音跳跃不定 就像是一匹野马 在草原上奔跑 无法被驯服 这场对决 最终以林肯的大笑 和观众的掌声结束 因为他们意识到 即使是伟大的林肯 也有他的小缺点 这个故事 无论其真实性如何 都提醒我们 历史人物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 他们也有着人性的一面 林肯总统通过这场口琴对决 无意中展示了 他的谦逊和幽默感 这也许是他伟大人格中的 另一种体现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口琴的声音时 不妨想象一下 即使是林肯总统 也可能会在音乐的道路上 走得有点歪歪扭扭 但正是这些小故事 让我们对这些历史巨人 有了更加亲切和全面的理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轮胎滚动大赛 杰弗逊的园艺挑战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先为人知 却又令人哭笑不得的历史小插曲 总统的轮胎滚动大赛 杰弗逊的园艺挑战 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 杰弗逊的人内 一位不仅是政治家 也是一位狂热园艺爱好者的总统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杰弗逊先生 不仅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撰写者 也是一位热爱农业和园艺的绅士 他在自己的庄园蒙蒂赛洛 Montichel中拥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菜园 种植着各式各样的植物 从普通的蔬菜 到当时罕见的外来品种 可谓是一位真正的植物收藏家 然而 这位总统的园艺爱好 并不仅限于种植 有一天 杰弗逊先生在阅读一本 关于农业的书籍时 偶然发现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活动 轮胎滚动比赛 这项比赛的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看谁能够让一个轮胎 沿着一条直线滚动的最远 杰弗逊先生立刻被这个想法吸引 并决定在蒙蒂赛洛 举办一场盛大的轮胎滚动大赛 为了这场比赛 杰弗逊先生不仅亲自设计了赛道 还特意从欧洲进口了一些高品质的轮胎 他邀请了当地的农民和其他园艺爱好者参加 甚至还有传言说 他邀请了其他政治家和外国使节 来观赏这场奇特的比赛 比赛当天蒙蒂赛洛的草坪上 举起了众多好奇的观众 杰弗逊先生穿着他最好的西装 戴着一丝不苟的严肃表情 亲自示范了如何正确的滚动轮胎 随后参赛者们纷纷上场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 轮胎在草地上滚来滚去 有的甚至滚出了赛道 引得观众们捧腹大笑 最终 胜出的并不是某位农民或园艺专家 而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他凭借着出色的技巧和一丝运气 将轮胎滚得比任何人都远 杰弗逊先生亲自为他颁发了奖品 一本关于园艺的书籍 和一些稀有植物的种子 这场总统的轮胎滚动大赛 虽然在历史上并未留下太多痕迹 但他却展示了杰弗逊先生 多才多艺 风趣幽默的一面 这位总统 不仅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也在园艺领域读书一致 甚至还创造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趣闻 当然 这个故事可能有着夸张或虚构的成分 但它却是一个提醒我们 历史人物并非只有严肃的一面 他们也有着与我们相同的趣味和爱好 而杰弗逊先生的轮胎滚动大赛 无疑是一个让我们在学习历史的同时 也能会心一笑的佳话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谈谈的这些总统的某某大赛 或许只是虚构的故事 但他们却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这些历史人物的一面 无论是泰迪雄的办公室摔跤 林肯的音乐失调 还是杰弗逊的原意挑战 他们都展示了这些伟大领导者的幽默感和人性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领导者 也有他们的轻松和幽默的一面 他们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 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人 有着与我们一样的爱好和兴趣 所以 当我们研究历史时 不妨多从这些有趣的小故事中找到 与我们共鸣的地方 也许这样 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些伟大的领导者 并将他们视为我们的朋友和同伴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认为这些故事 对于我们了解历史 有什么意义 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想法 想要与我们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